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从安顺奶来到马路甲做个饼干 放个安顺给人家马路甲知道 安生的餅乾是最出名的 就是馬蹄酥 每天一大清早 楊國良先生都會騎著摩托車到餅店開工 首先呢 他必須準備皮的部分 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準備配料的當兒 他必須先煮水 再準備好適量的麵粉 水準備了之後 就能加入機器中攪拌了 為了準備這些餡料 他也曾經發生過意外 有時攪那個皮的時候 整個衣服攪進去 也是這樣 沒有人哦 早上一個人 就是啊啊啊 在那機器那邊 拿著機器 要攪住 就是關鍵 就是手關鍵 慢慢的拉住 整條衣服給他拉薄 要做出這麼好吃的餅 是需要功夫的 看著楊先生那快速的手法 想必經驗豐富 這是只有持續不放棄 才得來的成果 說到馬蹄酥 當然少不了他的餡料 楊先生會把糖 鹽 蔥 芝麻 和麥芽糖 摻在一起攪拌 很快的甜甜的麥芽糖 餡料 就完成了 今天要來得及 OK 做餅烤也是一種學問哦 烤的時間 如果沒拿捏好 烤出來的餅 自然就不理想 哇 香噴噴的馬蹄酥 終於出爐了 別看這間店 小小的 他的名氣也不錯哦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外公喜歡吃 所以每個禮拜都會來這邊 又靠近我家嘛 一部分 一部分也好餓嗎 我吃過他的嘛 其實我就覺得很好吃 別的地方跑不到 大一大也要來 因為啊 楊先生的餅 不但好吃 而且他對待客人的態度 也很好哦 看他親切的笑容 就知道 我沒說錯吧 辛辛苦苦經營這麼多年的生意 楊先生有沒有想過 老了以後 要由誰來接手 想過看誰要接手 看孩子 我的孩子 看他要不要 不要就到老了 就是這樣瘦了 沒有人接手 就是教人家就是瘦了 就這樣 做到我自己不能做一次 楊先生 帶這一家人 從霹靂 到馬六甲來開店 對於一個陌生的地方 他卻沒有害怕 他用自己的雙手 努力的研究 改進 直到他的餅 現在 這麼受大家的喜愛 都給我們 來自助紙 做生意 打開店 我們會去打開店 的 做生意 要做生意 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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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